大家好 我是咪车的张书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试驾感受 是全新一代GS8广汽传奇的 那么之前已经给大家看过这个外观 然后还有就是程度转眼正式的亮相 其实都给大家做过一些这个解析 然后这次是我们可以亲自试驾体验了 但是由于比较遗憾 目前还是只有这个汽油版本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是展位翼的这个格栅 那么混动版本是隆林翼的那个格栅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是最新的一些情况 因为根据网友的反馈 传奇将在全系的这个车型上都配备 这个可开合的这个自动大灯 这种金段式的自动大灯 所以这是从上市以来 所以这是传奇真正倾听消息者声音的一个改变 还有些细节就是这个 前科山的这个不同色的 磨砂面感觉的这种 前科山而不是一味的这个纯色镀铬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些细节的变化的 然后简单的大家再看一看车侧 车从展台上下来 我们这么之前一直都是在展台上看的 从展台上下来看这款车 20寸的这大轮圈 非常的这个有力量感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镀铬视条 不管是后视镜 还是唇边上面这个视条都是恰到好处 而且真正来到身边来到实际的这个生活场景中 感觉这个车还是非常雄壮 非常威武的 侧面非常干净利落 就这么一条腰线延伸到最后 比老款看着来更干练 更有力量感 再给大家简单看看尾部 大家可以这位可以仔细看看这个红钻尾灯 这个亮起来的感觉啊 里头非常漂亮 里头有这个 切个钻石切割面的这种感觉啊 混动版我估计得要一个月以后 我们才能给大家带来试驾的这个感受 双出的这个金属双出的这个排气 像这一段网上出了好多 拿传奇全新界S8这个换logo的车型啊 其实就把这个logo捂住 你说它是一辆凯特拉克 说它是一辆这个雪佛兰的全尺寸SUV 完全没问题啊 真的非常有力量的 非常好看 这也是我 第五次吧 应该算是带着要购买的心情来 给大家试驾这款车 像我之前的 奥德赛图安206 都是我试驾过之后 最后下定决心去购买的 那这么多年一直在 开合资品牌的车型 甚至进口车 这是头一次让我真心感受到 自主品牌的实力 让我愿意去支持自主品牌 就像那天我跟传奇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我最后选择全新GS8 那我不单只是因为我爱国 那我依然是觉得 这不是我拿来要做测试的车 而是我要日常 每天都去驾驶的 都去开它的车 所以我一定是对它的技术实力 对它的做工 对它的方方面都非常认可 我才会去选择 不像其他有些车病人买回来车 我只是给大家测三个月四个月 我就卖掉了 那么这款车可能要陪伴我 五年到六年的时间 所以一定是对它的认可 真心的认可 才会去选择它 下面我们带大家看看内饰 这次跟成都车上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内饰全面都可以点亮了 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实现了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内饰在成都车上 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讲讲 这块特别大的HUD 虽然目前我们试驾的这款车 是工程车 是一款30英寸的HUD 那么到量产车 大家真正能买到的时候 它是一款 60英寸的AR实景的HUD 上面显示了信息非常充分 包括导航运动模式 交通道路牌 那么也是目前国内 投影面积最大的HUD屏了 再就是主架这块显示屏 下面上面的信息也非常丰富 而且配备了L2.5级别的 所有的部门价值补度系统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碰撞的预警 前碰撞预警的距离的设置 主动刹车的这个制动的设置 蒙区开门预警 很多开门预警的车型都是国外刚刚开始配备 那么现在我们国产的车型上就已经配备了 后方车辆穿行辅助 辅助和警告 后车迫近辅助 行车限速标志识别 电子眼报警 智能限速控制 车道偏离辅助 所有的功能都有 巡航辅助 智能驳车 一应俱全 我觉得这些功能不但能大大的降低这个驾驶疲劳感 同时也能给新手司机 女司机带来很好的这个驾乘体验 这款车还能因为用了是20T巨浪的发动机 还有爱信的这个8AT的这个变速箱 那么是和这个XC90 沃尔沃的XC90 以及雷克萨斯的X系列是相同的这个变速箱 那么实际上它还可以对你的驾驶习惯和模式进行建议 车身附件 这也是目前可以实现完全的不用带车钥匙电子钥匙的功能 这些 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还跟同事在聊 以前买回来车型完全不用看说明书 就可以把说明书扔在一边 那么现在如果真的过两天我提了上车 还是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说明书的 因为功能实在是太多了 氛围灯 二派的这个音响系统 大家看空间 因为之前那是自己拍的时候没法给大家比一下空间 这是我现在一个比较舒适的这驾驶模式 一拳多的这个头部距离 腿部也完全没有问题 接近的地方都是比较软的配置 那么我下车带大家看看这个后排空间 头部空间有1米85的升高 自己在前面坐舒服了 头部现在看依然有一拳多的这个余量 腿部也有一拳多的余量 2920的这个轴距比老款增加了120公分 也就是12厘米的这轴距 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腿部空间啊 完全平的这个地毯 即便是四驱板也是完全平的这个地毯 分区空调 后排的控制也是触平 而且有两个这个USB的充电口 还发现这有老板件 所以这个真是非常方便啊 最关键是第二排座椅可调 这个就大大提升了这个冲座的舒适感 如果是一个五座状态下 那么你可以坐得非常的舒服 这个座椅软硬我觉得适中 腿部的支撑也比较好 呃 带大家看看第三排啊 大家看啊 这个我在第三排还是能坐的啊 我的第二排座椅往前调了一下 不是我刚才冲座舒适的位置 但我想一天就算满载七个人出现 不可能个个都是我这样的身高 所以我把座椅稍往前了 调了一下 前面有将近两指的余力 后面有一指多一点点的这个余地 那么头部 大家看啊 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个 所以第三排不是完全的废的啊 呃 而且这个头枕是在这个 整体在这个 还算是在这个车厢内 但是确实也离后面玻璃有点近了 呃 如果是我自己买 我肯定还是会买七座的 临时就个急 临时用一下 但是如果大家是一个 长时间需要舒适乘坐这个七人的这种需求 或者六人的需求 那我建议大家还是去买这个M8啊 传奇的这个M8 这个行MPV 因为不管从山下车 这个还是乘坐舒适性 那肯定多人的情况下 还是MPV更加优秀 大家看一下这后备箱啊 其实这个三排座椅都打开以后就没有什么剩什么后备箱空间了 仅仅仅是你满足哥哥登机箱 可能都费劲 日常的书包完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放到后 这个空间是非常可以彻底放平 空间是非常可观的啊 非常大的一个后备箱 然后 不用担心 配胎在下面悬吊式的 这个 然后这是一个 二派的这个低音炮啊 应该是 藏在这个盖板下面 12V的这个 外接电源 整体配置还是可以 最核心的是 电动尾门 估计汉兰达的这个 低配车型上都没有 可以 满足日常一切需求 所有配置都有了 那么下面带大家开起来感受一下 首先说到这个车的动力系统啊 当然大家很熟悉了 今天汽油版的这个是传奇的这个 巨浪2.0T的这个放动机 最大扭矩400牛米 这个最大输出功率 185千瓦 已经是澳式群雄啊 这个同级的放动机 都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动力输出 呃 胜功率达到93千瓦 呃 最关键它用了很多新的技术 比如说这个 双流道的这个温轮增压器 呃 可以让1200转的时候 也基本也就是一般车型 增压车型 或者汽油车刚起步的这个转速 它就能达到总功率输出的68 反之68 动力会更好 同时呃 这个输出更平顺 还有就是这个 拼射的这个压力达达的增加了啊 这款发动机也是这个获了多项奖项的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奖项的发动机 热效率达到了40%多啊 呃 还有就是呃 传奇的实力是让封田看到呃 拿增加发动机和这个THS混动系统匹配也能有如此好的这个效果 所以 封田一度想去这个购买这个传奇的20T的这个巨浪的这个发动机的技术啊 最后可能因为价格原因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没有谈拢自己去再开发这个20T的这个发动机准备匹配到这个混合动力系统上面 所以可见广汽的这个实力之前啊 啊 除了一些帐面数数字啊 汽油版其实百公里提速达到了这个9秒20T机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数据了 那么混动版会更好啊 这个6点多秒的提速 油耗目前实测是在8.2升 但我觉得啊 这个估计大家买回来开的话可能会在接近10升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混动就不用担心了 只有5.6升的这个油耗 真正能做到一箱油1000公里 所以 虽然我们今天试的是一个燃油版 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 这个如果经济实力允许 那么一定要上这个混动的版本啊 然后这款刚才说过这款爱信的8AT的这个变速箱 也有全面的这个提升 在起步的响应 加速的响应 和这个制动的响应上 都有12%到20%这么一个提升 比起之前的这个变速箱 这款变速箱是用在很多豪华品牌上面的 那么实际开起来的感受也确实如此 呃 这个感叹一下 就是今年说的比较多这句话 就是自主品牌的这个中国品牌的这个 水准啊 这个不管是动力操控的水准 还是这个底盘调教的这个实力 呃 之前说了巨量发动机 这款巨星底盘 用了广汽全新的这个平台系统 这个底盘调教 也是让人感到这个惊喜的 作为一个准车主来说 没想到全新现在 这个 在这款 这么大的款车上 能把这个底盘功力做的这么好啊 无论是这个整车的这个悬挂的这个回弹的控制 其实你过一个勾勾卡卡 你就能感受到这个整车的这个底盘的这个水准啊 像我们之前说那个引爆的这个呃 开起来的底盘控制 我们调教给我们惊喜 那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惊喜 毕竟车更大 你的底盘调教需要更深的这个功力啊 然后我们目前的这个四顶背车型 是一个两驱版本的啊 大家从屏幕上就能看到 它这个动力输出的这个方式啊 呃 我觉得 目前预测 大家预测的是一个17到25的这么一个售价区间 呃 大概10月或者11月之前要上市 所以我觉得尽量 尤其北方用户啊 我觉得尽量这个买四驱版本的 油耗增加这个不会太多啊 买四驱混动的 这是肯定是我的这个优先的选择啊 还有确实这个巨星底盘 呃 感受大家 其实 如果还不那么相信 我觉得可以去店里自己去感受一下啊 无论在低速高速甚至你过弯的时候给你的感受都是非常扎实啊 这个平顺就不用说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扎实非常舒适这么一个 而且不管是方向还是油门的灵敏度 呃 都可以调节 驾驾驶模式有这个运动舒适和经济的这个模式选择 呃 坐在哪啊或者说你这可能特别靠后那你已经不是你一个正常的姿势了 现在我们国战车的很多优势和优点一定是需要你去亲身感受你坐进来看一看的 不管是这块12寸的大屏还有这块15寸啊14点几寸将近15寸的一个中控显示屏啊 影子车手其实就是对他对所有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以及驾驶辅动配置的一个统称啊给你有更好的驾驶感受 包括这个刚才说过这些主动安全配置 今天时间非常有限 加上这个车机没有给我们联网啊 没法给大家有更多的体验 稍后我们会这个带来更详细的这个体验给大家